-Den玩宅蘇珮 -Den玩宅蘇珮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Aries -我現在人就在2017年的 台北國際電玩展喔 -哇 大家看一下後面 人滿為患 人山人海 -而且外面還有一堆人在排隊 -喔 他們進來可能都要下午囉 -聽說這一屆的電玩展 -有很多大廠進駐呢 -我們趕快進去一探究竟吧 -GO 進到台北電玩展會場 首先映入眼簾的 就是全場最大的Sony PS4展區 在開幕典禮上 總裁知田博之先生 與總經理江口達雄先生 分別化身為 Horizon Zero Dawn的主角 與 MLB The Show 17 的 台灣旅美投手陳偉英登場亮相 而在兩人致詞完畢後 神秘嘉賓陳偉英本人突然上台 將現場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好 我現在踩的點是神魔之塔的攤位 今年的神魔之塔一樣是 人幾人啊 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去 而且現在正在大放鬆魔法石哦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魔法石的話 記得要早點來卡位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 連主持的地方都沒有了 接著來到Ubisoft攤位 為了宣傳即將在情人節上市的 榮耀戰魂 Ubisoft打起了高聳的城牆 整個攤位的布置都是微驚人 日本武士與騎士的裝備 充滿了濃濃的戰場氣息 彷彿回到了中古時代 現場也大手筆的架設了100台PS4 讓玩家搶先在榮耀戰魂中上場征戰 韓國MMORPG大作黑色沙漠 為了慶祝中文版上市 也在電玩展舉辦盛大的記者會 韓國知行長親自飛來台灣 感謝台灣玩家的熱情支持 更在會場宣布遊戲中的新職業女武神 將在2月8號推出 在黑色沙漠中冒行的玩家千萬別錯過囉 來到萬代南夢宮的攤位 可以看到PSVR牆座夏日課程裡 小光的房間被搬到電玩展的會場了 在這邊當家教肯定特別的有臨場感啊 而今年即將上市的鐵拳7 超級機器人大戰V 空戰騎兵7等中文牆座 也通通能搶先試玩喔 好 我現在人帶SEGA的攤位喔 SEGA的攤位除了有舞台 具有活動之外呢 現場還有四個不同區塊的遊戲區 而我現在人站在的位置呢 就是最夯最夯的女神藝文錄5的攤位喔 現場超多人在這邊排隊還有圍觀的 如果你也想要玩到第一手的遊戲的話 記得來試玩看看喔 在台灣館的舞台上 至冠科技正在舉辦記者會 董事長王俊博先生 介紹與美國數據追蹤專家 Kochava公司的合作 有了這項服務 未來台灣的遊戲或行銷公司 就能更有效的追蹤玩家喜好囉 另一方面 今年台北電玩展最大的攤位 就是現在看到的手遊巨作獵神 活動現場安排了眾多實況主 及電競之聲Twist清零現場 重要的是這次的賽事 千萬獎金也擺在眼前 獵神這次在電玩展真的是完真的啊 好 我們終於來到怪物彈珠的攤位啦 今年的怪物彈珠的攤位呢 除了有更多的活動關卡 還有限定角色之外呢 跑播書也要來到現場喔 有興趣的玩家們 記得來逛逛 電玩家是佩德 電玩展特別報導 我們下次見 拜拜